出来4个月了,终于炸胎了 不是炸胎,是爆胎了 这里爆胎了 我刚刚是从这个地方想开上来 这边后面有一个空地想在这里露营 耐着,结果爆胎了 看看这附近有没有有没有那个 补胎的修车的地方 这边这个圈也给给弄掉了 说不得说不得,我前两天还在说 我说这车,出来没爆胎 就是从这个地方开上来 这个坎又不高啊 直接给他怼,怼爆胎了 这里有遇到一个,你们是哪里的呀 哪里过来,这是上班 然后带我过去教那个 哎呀,谢谢你们啊 我还要说咋办呢 现在到的,这是米林是个县是不是 米林县,这里找个汽修厂 然后过去帮我弄弄 不知道那个外胎还能不能用啊 这我爆胎了,然后你能帮我弄了吗 师傅 在那边河边 对那个路边,江边那个路上 有没有备胎吗 有备胎 多少钱啊,师傅 修轮胎 什么车?面包车 净杯面包车 80块钱 80块钱吗 可以便宜一点吗 没有了,这腿的补多30块钱 出去50块钱公司费啊 出去的50块钱公司费 对啊,你要远一点再收100了 远一点再收100了 好,你开出来我坐车里啊 师傅过来看一看 过完瓢盆都带了 过完瓢盆都有 后面我的那个 备胎取不下来 它是要从上面有个孔子 然后我这个上面 这个板子上面 弄不开 没有孔 就是它 它是应该是下面有个孔 然后弄一下那个备胎才能出来啊 哦好 那这个备胎相当于装饰没有用了 取不下来 出来四个月 第一次爆胎 庆祝一下 轮口变了 备胎取不下来了 你看看 那个板子好像是可以 这个看 我弄的那个泡沫胶粘上的 那你应该这边留个口子吗 你看我不懂啊 看能不能看把这个木板给它敲了 把座位全部卸掉是不是 我把座椅没有也没卸掉 把它弄成折叠座椅了 它这样拧松了 它这个备胎就下来了啊 只是换那个轮骨 然后那个太可不可以 还是用A7台把它补好了 可不可以用啊 学着点啊以后自己换千斤顶千斤顶还在那前面千斤顶 肯定没有它这个好用 怎么了我这是砸了 站坡也掉下来了 然后 然后 把这家车碰到了 哎呀我没看到这个地方怎么办 他车有没有问题 你帮我倒倒看 这下子玩竹子了 还好人家有个保险杠 不知道有没有去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看看 看看你的车 对不起 我的车都没有问题 你的车子呢你看一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怎么开的嘛 我不知道 我刚刚没有开这边的后视剂 然后我就直接就开过来了 这个门好像之前都换过一次 这是个试固车好像换过 你这车一点睡也没有啊 这个保险根本还挺挺那个好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哦 没事 哦去看看我的车还能开门不 协人斑斑 哎还可以 哎还可以 哎 能关上能开就没事 哈哈哈哈 师傅都逗笑了 今天应该一天挺辛苦的 看着我这样他都逗笑了都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车门 你看这车门 都特别 独一无二 这个可以把它吸出来不 问题是人家车一点睡也没有哦 他那个保险杠还挺挺挺那个挺 是用的哈 这个被我装变形了 这个 考量他都会来吗 我以为太爆了 加个气看看 呦 吓我一跳 哈哈 就是这个胎是没坏的 只是那个轮毂变形了 所以他就漏气了是吧 你帮我看那边变形了没有 这个门你能不能帮我吸出来不 哈哈 那也吸不出来 那要瞧啊 那瞧吧 那玻璃窗户摇不下去了都 摇不下去摇不下去嘛 哈哈哈哈 这样风阻还小点是吧 哈哈 那时候回内地的把它卖掉吗 卖掉啊 这个车我都过年 要开了过年的 现在都是独一无二了 全中国就这么一亮了 这门就这样了装上 老板你们晚上吃啥呀 哈哈哈哈 你不是老板 那你们包吃不 包吃 包吃啊 我想趁个饭 哈哈 想趁个饭 你趁我吃啊 那我都不好意思 吃啥了今天晚上 啥管子 我本来买了菜 说去做饭来着的 这个车坏了 都肚子都饿了都 这个盖也掉过 在那个318那边都掉过一次 这个车不知道 开完三万公里到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啊 是不是反了呀 还能用 绑上炸带还能用 没事没事啊 这车只要能开 外观没事 是不是 这个看着还是挺好看的 挺有就是 挺有个性的 挺有设计感的 是吧 因为这个车本来这边已经不成样了 大流沙 留下了很多痕迹 然后车 这里 快一点 今天是货不单行啊 然后 门又被撞了 不过没关系啊 只要门开 现在找个地方去吃饭 肚子饿了 把备胎挂好了 以后我知道这个备胎是从哪里了 从这个位置 从这个位置打开 不过 不过 不过